虽然我很少外出吃饭 但我经常观察到很多成年人和新养子浪费食物 如果他们不喜欢所点的菜式 大部分的食物会剩下来 在我成长的时候 我的父母、阿嬷和长辈经常提醒我不要浪费食物 由于他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很多艰难的日子 因此他们每天是传着感谢的心 来享用摆在饭桌上的食物 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前的没多久 饥荒是显移而见的迹象之一 糧食短缺是到处都会发生 虽然我们不能阻止未来不发生的事件 但我们可以在事情未发生之前 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 首先是尽自己的力量来减少全球暖化 其次就是不要浪费食物 让我们思考耶稣基督的预言 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 这些事事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道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地震,饥荒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请你向神提问 亲爱的神,你能帮助我减少浪费食物吗? 请你实践所学的真理 祈祷你可以减少浪费食物 请向别人宣告你的经验知识 请和朋友分享 你如何尝试减少浪费食物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